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表示说他是现任的也很方便 不是候选人 然后他又要竞选连任的 看一看的话对方好像比较热弱 搞不好那个不竞选连任 现在看我下一届不选立 搞不好我就不甩他了 也只有台北市不竞选连任 六都里头 因为这个政治的安排都很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 政治上面的联想 这难免 因为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会面 那他的行程的安排 因为老人还有小孩 就是老人的公托 小孩的公托 是朱立伦很引以为傲的政绩 所以张志军去 两个人在这个话题上面 就有这种拉抬的作用 那不过以这个朱立伦来讲 他的光芒 和他在这个国民党政坛里面的 这个分量 我想谁来了都会一定要见他的 然后他针对他的发言 求同遵义 也有人解读说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格局 听他这样讲这样出这样的话 其实那个身份不再是 新北市讲这样子的 而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格局 而且朱立伦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特别讲说不只要存义 还要遵义 那他这个存义是谁说的 是马总统说的 是朱立伦的纠正马总统说的 他开始在调多了 你开始在调多了 你可以从我的内容来 不是从我的态度 你从我的内容来讲 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 第二个 张志军他不仅是 马总统说是要多做功课 张志军一定做了很多功课 他做了什么 他是下功 下了很深的功夫 所以他只会挑选那几个地方 那几个点 不管是老人 不管是小孩 不管是执政县市 这个引以为傲的这个政绩 或者是所谓生育的这个地方 这显示说他是做了功课 而且是下功夫 因为你不可能再去那边打个菜 或那边去那边跟老人寒暄几句 就可以多了解台湾多少 我相信他一定很了解台湾 可是问题 他去跟老人 打菜给老人吃 然后再跟老人闲聊 会让他的公共形象 尤其他在台湾民众心目中 大家感觉 中共的高官一定是怎么样 趾高气昂的样子 尤其中国过去有一些省长 或有一些高干来是个样子 过去就连比较 就连2008年 那时候陈云林来 即便是堆着笑脸 但是他的那个身段 跟张志军是不一样 所以他这一次见面的人 也完全不一样 不再是一些高官大了 张志军就会让台湾的民众 会觉得说更亲近 比起这个过去 也许多中共的高官来讲 他是下属的功夫 做好这个媒体公关 以及台湾的民间的公关的工作 这个你就要劝你们 回去劝劝你们蔡英文 连这个蔡英文有事 有关系 你这里跟人一起来打菜 不是 我不能打菜 就是说互相学习 我劝你回去劝他一下 他今天发表什么意见 这个张志军 你跟王玉琦 谈话内容要公告 要公布 这讲这个话好奇怪 对不对 因为以前从他嘴里 都问不出来的 对吧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要不要公布这东西 你就是另外一回事情 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和和气气 刻和气气里面 你打这种枪干什么 对不对 你不在制造争议吗 所以跟蔡英文讲一下 除非是王章二会里面 是不想公布的 是王章二毕会 我是真的觉得蔡委员 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我看那个蔡英文 昨天讲说 王章 应该把这个内容 公开 公开 我觉得蔡英文的 这个段数 低了一点 就是显然在这整场的 这么重要的张志军 来台湾的 这个整场的 这个 我们先进个广告 待会继续听 马上回来 这样子